山这个字 在五个当中排名首位 一定是最厉害 先看这个字啊 一个山 如果加一个人 山当中一人 则为仙呢 如果不在山上呢 没有山呢 甚至在谷底呢 一个人一个谷 那是俗人 可见之间落差 这大就插在这一座山上 所以这个人一定在山上吗 一定要隐居吗 不一定 但是 在这现代社会 越来越繁杂 人心越来越不静 那真的要找一个清静之地 往往山中 它的灵气 会比较 纯净 凡是没有人在去过的地方 它叫自然 可见现在的人 把这个地球搞成什么样 那山 有山 不再高 有仙 则灵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这个山 这个山不一定很高 但是 往往真的需要这么一个地方 天下 天下 明山 岂有八九 在寺庙 我都被他们 风水保地都抢光了 可见 抛开这个字 延伸来说 这个山的学问 可以大概也分成几类 比如说 玄典 养生 和修密 那玄典呢 就我们 众所周知的 什么老子 庄子 烈子 鬼姑子 等等子 而且大多跟 道家有关 我们说 你这个学问 这个思维 通达到一定境界 那就是叫 道家了 在家也可以 但是不是叫 那叫他就比较专业 有一些他的用途 常人所不能解的 很多厉害的东西 也在其中 那就不仅仅是思路 自卫的豁达 心胸的开阔 不足以 那可谓 修密 个人也有修的 但教终更多 就是所谓 华福念中 杂事等等 那这些你个人 没有老师指导 不过 不过现在 各方面 息息通达 只是 你有的真的假的 不好区分 但是也可以 有机会 试试看 读修 那反正 只能跟书本交流 还有其中 还有其中的 养生 指的是 修养 身心的一些 天地之气 这是天补 大补 人气 足够 大的时候 足够能 破云土 天地之气 的时候 是不太需要 这个 睡觉的 身足 则不似睡 那所谓 人补 就是房中 之术 那当然不是 我们想象的那样 地补 就是自然界的 一些东西 我们采练化而成